上海新增感染个案持续下降之際 多个地区却是再次收紧封锁的限制 有民众形容似坐监 庞希伦报道 上海今日新增3947宗感染个案 在连续第10日下降 绝大部分都是无症状感染 再有11人死亡 上海封城6个星期 并刚刚开始放松封锁之際 包括黄浦区在内 至少4个地区的居民收到通知 必须留在家 并禁止接收非必要快递 起码至星期三 通知并未说明再次收紧封锁的原因 由居民形容封锁犹如坐监 社交媒体上流传防疫人员 在小区围场上安装铁丝网的照片 在民间持续反映粮食物资短缺之际 有流传影像显示 防疫人员丢弃居民团构的熟食 声称是不合规矩的野团 上海同事对涉及感染的家庭入室消毒 相关影片后来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上被禁 同时有不少防疫人员 强制带走居民去集中隔离 饿病在床的居民也不例外 北京也继续执行清零政策 部分小区居民被勒令禁止 一切与防疫无关的活动并留在家 潮阳区采取十字花转运的精准防控手段 将确诊住户的同一层 及使用同一列排水管道的居民 列为密切接触者送去集中隔离 申请是为了更加迅速精准阻断疫情传播